好 我们看第二段的道数高显宴 凯极文 盛我德国 国中福大 乃至少功德者 不能知见其道常数 无量光色 高四百万名者 互取圣洁 好 那么前面呢 等于是把一报的国土做一个总结 它是一个时空无尽法身所变现的国土 那么这个以下就个别解释这个国土的相貌 那么当然在当中极乐世界一报值得我们谈的 在阿弥陀佛经常提到的 宫殿 楼阁 七宝石 八宫德 水莲花 还有树 那么这个地方先提出这个稻草树 那么 为什么先提稻草树呢 古德解释说 说释迦牟尼佛的八项成道 有四项成道呢 是在树下完成的 第一个出生 佛佛陀是在树下出生 他不是在房子里面出生 在树下出生 第二个佛陀 成道是在树下成道 佛陀说法的时候才树下说法 佛陀入涅槃的时候才树下入涅槃 所以佛陀在八项成道当中呢 四个最重要的出生 成道 说法 入涅槃呢 都是在树下完成 所以树跟我们的关系非常的重要 所以应该解释 极乐世界的树是什么相貌 好 我们再解释 那么在我成果的世界当中呢 我这个国中的菩萨 那么就举这个 初心的菩萨 这个大悦往生啊 还没有极其知良的菩萨 还没有供养 死方诸佛的这些菩萨呢 那么他一定要能够去怎么样 知见道场术 知什么叫知呢 就听闻他的名声 哦 我听过 这个道场术 这个见呢就是亲自见道 这个道场术就是菩提树了 因为那个释迦摩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了 所以以后这个菩提树叫道场术 那么这个菩萨呢 他知见道场术是什么相貌呢 他的形状是无量的光色 无量的光明 无量的颜色 而且他的高度呢 四百万里 十万有选 那么如果不是这样呢 不举正确 这个树啊 当然在我们的依报环境当中是很重要的 佛者不会在阿弥陀金 无量熟金啊 一而再再而提到这个宝树的庄业 这个宝树啊 你看我们 当然这是人造的 这真的呀 我们在一个房间当中放一棵树啊 你会感到有生命力 在所有的无群的世界当中呢 树 它是唯一有生长 生长能力的 它虽然没有明了性 它是有生长能力 所以你看一个地方放一棵树啊 就充满了生机啊 当然其他世界的树 不但是给你提供一种生机啊 它有两种的功德 第一个他演说妙法 你在阿弥陀西讲得很清楚 为风吹动诸宝黄树及宝罗网出为妙印 譬如百天总业同时记作 闻思音者自然皆生 练佛练法练成之行 所以有些人 他可能不太习惯去讲堂听佛头说谎 那怎么办呢 他想一个人进一进 他到树林当中打坐 或者在那边进行 佛树为他说谎 可以的 第二个 这个树能够显出十方诸佛佛主说法的情况 显现 如果我现在要看看药师佛在说什么法 多宝佛说什么法 这个树就能够随心而显现 这个诸佛说法的状态 这个树啊 还有这两种功德